你那车是什么车呀 新能源车呀 那好啊 那我喜欢的 那车多少钱呢 哎呦妈呀 十一万多呀 不行 太贵了 我这个车不能超过十万块 啥呀 大伙一起买 算组团是吧 能便宜 多少钱呢 九万六 那行 那行 那我买 我买 我买 不是 你先别给我登记呢 我还得跟我们家领导汇报一下 我们家领导就是我媳妇 对 你跟我说说这什么颜色呀 大姐夫 我一会儿出门 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 红色 红鞋 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 绿色可以 绿帽子 不是 那我穿什么衣服啊 裸色 大姐夫 先挂了 我回头给你打 回头给你打 怎么了 什么呀 我一会儿见客户 你让我穿双红鞋 戴个绿帽子 中间裸着 什么玩意儿 你干啥呀 你裸着 你敢裸着 人家敢看吗 你让我这么穿着呀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 你刚才说让我穿红鞋 戴绿帽子 哎呀 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 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 哎呦 你这看车呢 哎呦 大姐夫 你说看人家车你眼不红啊 你又买不起 不是 顺风啊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 怎么难听呢 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 哎呦 就你那点工资 你还买车啊 赵钢子 我把话撂着 你买汽车那天 就是我前任风买飞机那天 你说话算舒服 我算舒服 街坊的鞋挺好了啊 我买汽车的时候 他就买飞机 对 挺好了 我前任风买飞机 你别忘了啊 我忘不了 哎呀 等会儿 等会儿 问你事呢 啥事儿 我一会儿出去 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 你皮鞋多了 我哪知道哪双啊 就那双 赠鸣瓦亮 光芒万丈那双 你要穿个灯泡啊 干啥呀 你出去装灯啊 我装什么灯啊我 就是六千块钱 我买的那双鞋 鞋棍里呢 我一说价钱 他就想起来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六千块钱买双鞋 你说烧包不烧包 就他这双鞋 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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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么无话量啊 哈哈哈哈 味不味 为什么呀 哎呀 哎 大姐夫 啊 哎 你看这双鞋 啊 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啊 我是身家百万 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我从走辉黄路 哎呦 顾你这回的买卖 辉黄了 啊 能不能说点好话 辉黄你就一块说 还辉黄了 不是不是 大姐夫你等 放下你的葱 干啥呀 哎 你看这双鞋 我平时也不怎么穿 好像怎么不那么亮了呢 能亮吗 这么好的鞋你也不上油 也不保养的 趁势 哎 大姐夫 啊 这是油 啊 这是鞋 啊 来 你帮我上油 哎哎哎哎哎 钱顺峰啊 怎么了 不是 在这个家里 你让我给你干活 就这么理直气壮吗 行 行 行 来 啥意思 来 我给你二十块钱 你帮我擦皮鞋行过 啊 咱俩都是女婿 啊 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 不是 咱俩是都是女婿 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 怎么呢 你是干物业的专门搞服务的 我是民营企业家 我是负责赚钱的呀 你看 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服务 我赚钱 你看咱俩配合得多好 哪你这话说的 我也赚钱呢 没说你不赚钱呀 你赚得慢呀 我赚得坏呀 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 啥 啊 们 啊 牵一颗牌 啊 绿 啊 能力的杠发呀 我牛飞着那种种的壳呀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老牛妹 你不是说我是个蜗牛吗 蜗牛 我告诉你 蜗牛爬得再慢 哦 他总有一天能够爬到树梢上 对 等你爬上葡萄早就懒了 我给你写下葡萄早就会发生的那种 好